男子被量子技术缩小,意外进入女友体内,竟然发现一个大秘密 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期要和大家分享一部大脑洞的科幻片 《惊异大齐航》 男主角塔克是一名能干的空中飞行员 但是为人张狂,而且酒品不好,喝多了就要乱说话 惹其了还会和人打架 这天又是女友小美,替他收拾了烂摊子 小米难以忍受塔克这些行为,第二天便和他提出了分手 塔克收拾好心情继续投入到军方机密行动中 原来军方开发出一小微缩技术,可以将事物变成极小的威力 一阵复杂操作后,塔克和他驾驶的飞行舱成功缩小 并且被注入到针管中 正当博士准备将针管注入到兔子体内进行研究时 一对恐怖分子却冲进实验室,抢走了用于缩小的芯片 躲在角落的博士认出了恐怖分子的头头玛丽 他趁玛丽不注意拿走了针管逃了出去,却被玛丽派出的杀手击中 生命的最后时刻,博士将针管注入到超市收音员杰戈戈体内 进入到杰戈体内的塔克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 他按照计划向视觉神经发送了传感器 发现监视器上出现了陌生人的画面 这才明白自己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内 塔克驾驶飞行舱来到杰戈尔中尝试和他建立联系 但是杰戈听到耳中冒出来的声音却被吓了一跳 他去找医生问诊,却被医生当作精神病人 回到家中,塔克向杰戈告证了维缩实验 杰戈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身体里多了一个维缩人 另一边,玛丽从博士的录像中得知 完整的维缩技术需要两块芯片 而她手上的这枚芯片只能实现缩小 另一枚芯片就在缩小的飞行舱内 玛丽通过杀手抢来的相片锁定了杰戈 并派出杀手假扮快递员来到杰戈家中 塔克识破了这个冒派快递员,指挥杰戈逃了出去 期间由于杰戈心跳过快,塔克差点被吸入到心脏内 还好他即使用抓钩逃过一劫 之后塔克又指挥杰戈来到实验室 在那里他们偷听到芯片被盗的事情 而且实验室并没有备用的 最要命的是塔克飞行舱中的氧气 第二天九点前就会耗尽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找到被盗的芯片 于是塔克让杰戈开车找到了前女友小美 向他请求帮助 还没等杰戈讲清楚情况 杀手就过来把他绑了去 还把他扔到了冷冻车中 这是幕后主使白老大终于现身 原来白老大想将微缩技术弄到手 然后转卖到国外正比大的 塔克发现冷冻车的大门并没关 他对着杰戈一顿嘴炮 怂恿杰戈戈冲了出去 恰好小美一直在冷冻车后尾随 顺手救下了杰戈 接着两人便来到酒店 蹲点专门从事黑市交易的牛仔 小美从牛仔口中得知 他将和白老大进行芯片交易 于是杰戈打晕了牛仔 塔克利用仿真技术将杰戈的脸变成了牛仔的 然后两人便来到了白老大家中进行交易 没想到被白老大识破 一阵鬼术之后 杰戈的脸又变了回来 他和小美被白老大抓住 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 杰戈告诉了小美所有的事情 起初小美无法相信 但是杰戈照着塔克的指示 说出了只有塔克和小美才知道的秘密 杰戈的话让小美把他误当作塔克 两人一顿热吻 没想到居然把塔克送到了小美身体里 在小美体内 塔克发现了自己和小美的宝宝 这可把他给乐化了 之后杰戈被带到实验室 白老大将杀手缩小后送到他体内 打算杀死塔克 取出另一块芯片 在另一间办公室 小美用剂电用了看守者 然后拿着枪来到了实验室 他将白老大一行人逼近微缩舱内 将他们全部变成了小人 两人去做芯片准备赶回实验室 这时塔克在小美体内播放起他们常听的音乐 小美这才发现塔克来到了他的身体里 为了将塔克送回去解决杀手 两人又是一顿热吻 将塔克送了回去 在行驶路上 从微缩舱逃出来的白老大和玛丽 企图阻止两人的行动 但是已经变成小人的白老大 根本不是杰戈的对手 与此同时 杀手和塔克也在杰戈的身体里展开了一场大战 杀手的飞行舱被塔克破坏 但是杀手却及时弹了出来 继续在塔克的飞行舱上搞破坏 眼看氧气就要耗尽 塔克带着杀手一起坠入了杰戈的胃酸中 杀手瞬间被腐蚀成一具白骨 摆脱白老大之后 杰戈和小美终于来到了实验室 此时的杰戈已经极度缺氧 他让杰戈通过打喷嚏将自己给喷了出来 研究员从眼镜上取走了飞行舱 按上芯片 将塔克和飞行舱复原了回来 这次劫难之后 塔克和小美走进了魂音殿堂 在婚礼上牛仔再一次出现 他伪装成汽车司机 将装有白老大和玛丽的箱子 放进了婚车后备箱中 杰戈发现了牛仔的阴谋 于是他跳转跑车 再次开始了他的拯救之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